快快快 热水 热水 来了 来了 水呢 都说怀的是女儿 快点让公主落地呀 怎么还没消息呀 额娘 额娘 您别走来走去的了 晃哪儿的眼都晕了 三宝 三宝 奴才在 皇上呢 皇上来了没有 没有 生了那么久都没有生下来 再不成的话 要请皇上来拿个主意呀 皇上已经拆了好几拨人过来看了 主 您都守了那么久了 谢谢吧 奴婢替您守 不成 我得守在姐姐身边呀 这都一天一夜了 怎么还没生下来 皇帝在奉献殿也不出来 太后别着急 皇后娘娘是头胎 是生了吗 太后 皇后娘娘还没生下来呢 请您先到暖阁休息吧 皇上 皇上 如何 皇后娘娘 生了 生了 是公主吗 是阿阁 是个阿阁皇上 谢列祖列宗保药 骗我是吧 全都在骗我 明明是个阿阁 都骗我说是公主 皇后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总知道是个阿阁 私人 子裔这都是个阿阁 阿娘 你要做什么 永长 阿娘什么都做不了 阿娘无能 如今笛子已经生下来 皇上怎么还会记得有你这个儿子 不会的 额娘 只要我更出色 皇阿玛不可能只看见嫡子的 毕竟他比我小十几岁呢 对 儿子说得对 毕竟你皇阿玛 一直对你赞赏有加 颇有期望 咱们不能这么早放弃 咱们又想个办法 让你皇阿玛眼里只有你 让朝臣们知道 皇上有你这么出色的儿子 那个弟子连你的脚趾头都不如 真的吗 额娘 平成 如果额娘说的是真的 你敢赌上你的身家性命 去剥一把吗 我敢 我不会辜负额娘的期望的 小阿哥刚才喝奶的时候可有劲了 拼了命地喝 以后一定健壮无比 是啊 方才太后还夸是二阿哥 看起来健壮呢 真不枉姐姐生了一天一夜 这可是朕膝下的唯一嫡子 可须极业 如意啊 便叫永极可好 永极是个好名字 臣妾生永齐的时候 皇上说 姬齐欲赎也 永极跟永齐 果然是一对好兄弟呢 如意啊 将永极留在身边养着吧 朕也好 尝尝来看他 多谢皇上 嗯 头一个月子最为要紧 好好养着 咱们再多生几个皇子 永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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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朕笑一个 永极 来一下 走 可以啊 二位贤弟设得还蛮准的嘛 三哥 一起来一下 来啊 来 三哥 来 一 二 走 瞧瞧 可以啊 那是自然 你看三哥 身长不露 平常肯定背着我们偷偷练了 三哥每天都练得很苦啊 走 给我哥哥枕头都不错啊 这天啊 天儿太热了 不凉了 回宫歇着去 我先回去了 二位弟弟 你们俩还得好好练啊 看我的 好 三哥请 三哥请 三哥 回来 来 来 去吧 三哥回去歇息了 咱们二位兄弟可不能放松 继续练 好 五弟 我听师傅说 你骑射俱佳 也给四哥露一首 好 虽然不比四哥吧 但好歹 也算说得过去 对 你这个年纪 能有这样的成绩 就很不简单了 多谢四哥夸奖 我近日 听说四哥 苦练奇术与剑术 师父都快您用功呢 是 这不黄阿玛 嘱咐咱们三兄弟 金秋随着一起木兰秋险 所以四哥也得加紧练习啊 是啊 我这个当弟弟的 也不能松带 皇上快别看了 快尝尝这西瓜 臣妾一早就让人 在井水里拜着了 这会儿子入口凉凉的 甜得很 快 你看这右色均匀 色泽剔透 简直完美 皇上 听说这次木兰秋险 皇后娘娘也去 皇后场后调养得不错 八月份去木兰围场 应该无妨 皇上可真是疼爱皇后娘娘 连一会儿都舍不得分开 永城练奇射练得怎么样了 这回去木兰围场 真要试试她的身手 永城天天在练功场上用功呢 永章不争气 在朕的心里 一直把永城 当成第一章子培养 那是 永城可是皇上登基后的 第一个皇子 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 那就好 朕也希望永城能够争气 将来可以替朕分忧 皇上 来 再吃一个